Hello,我們又回到CodeAcademy 這個Session其實都是講回CSS 一開始就會告訴你HTML的Element 有三個Properties是控制HTMLElement的Text 哪三個就在這裡 首先你有margin 然後你有border 然後有background,color,image和padding 你不知道我講什麼不要緊,待會會講得深入一點 但是我們上一個Session就學了這部分 它就是你Text,即是裡面打什麼 你就可以轉去它的color 轉去Font Family,即是不同Style的Fonts 以及Font Size 開始了 那好吧,我們去下一個Session 是這個下一個Exercise 那這裡它就會告訴你Background color 那其實你就可以將它整個Background color轉了 那看一下怎樣轉 那這裡就叫你將這個Background color 轉做這個hexadecimal 哎呀 按了這個short cut key 按錯了 回到來 好 那就是這裡 我再copy 就 paste在這裡 多了一個正 那它就會將整個Background color 轉成淺藍色 就是這個code 這裡 其實是超簡單的 那到下一個 那它之後除了Background color之外 你還可以轉這個Background image 那你剛才看到 一開始那裡 其實 這裡 是一個山 那這個就是Background image 那它又是一樣 它在這個 這個.jumbotron的class裡面 那裡面有這個 Background image 的css properties 那裡面有條link 那就是refer到這個image那裡 那它現在就叫你將這裡 就轉了去這條link 那你就可以 就用個p and paste 將這個轉了去 多了一點出來 你看到它如果多了一點什麼 少了一點什麼 它就define不了 那 你就要check它 那現在做了這樣就可以了 就變成這個 應該是New York City OK 那之後講到的border 就是 在這裡 這個框框 框在這裡 那它就會告訴你 你可以set它的width 粗和油 它的style 可以是 一條直線 又或者是一條虛線 即是有點點的 然後 還有一個顏色 那我去下個property看看 那這裡又是一樣 Jumbotron H1 跟著是border 那它會告訴你 叫你的border 就轉去這個 那我就 Copy了它 放在這裡 那它是做什麼的呢 首先它是把它的width 就把它變成3px 這樣就變厚了 那這個style 就是solid的 即是一條直線 做出來 你可以變成Dot 也可以 那之後的color 就變成這個 紅色 但是它是用hexdex mode 那譬如呢 我要改一改 給你們看 這裡轉了10的話 它就變成超粗的 變回3 那這裡呢 你也可以把它 變成 綠色 或者其他顏色 都可以 其實很簡單 那我先 undo 變回3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部分呢 就告訴你 那個padding padding中文是什麼呢 那我就 其實不太知道 如果你在google search的話 第二個它在 這裡叫做 樓白 其實 都很 很容易明白的 就是 其實這個space 在這個border 那裡 還有你的text 即這裡 距離 那這裡告訴你 他說這個whitespace 是用來 improve readability 和organization of the page 就是讓人看得好一點 和你的page organized 整齊一點 那這裡 說你未必明白 你看了一個example 就會容易理解 那麼我們這裡有一個 它用回之前上面的example 我們這裡有一個border 那我想呢 它是想把那些字 推入去一點 那麼我 這樣在這裡 跟回這個example 這裡 就加回 heading 然後 23px 你看到它這個 和之前的分別呢 就是它之前那些 很貼的border 那它現在這些 就 就 即是推入了 那麼它這裡呢 最後這裡說一說 那你padding呢 其實我剛才 就這樣打padding 跟著23px 它是set去 這裡23 跟著 這裡來這裡23 跟著 右邊去中間23 下面去上高23 但是你可以 分開它來set 就是這裡paddingtop paddingbottom left和right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告訴你 另外一個example 是padding 跟著top 然後 10個px 你看到它只是上高推下下低 10個 那之後 paddingbottom 23px 不記得要做一個 semi-colon 記住要做這個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css 不可以的 那麼 這裡 下面對上高23 就這麼簡單 那好吧 這個video說到這麼多 下個video見 這邊 也會